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想先问一下 爱情就是酸甜苦辣 有各种烦恼 你说为了爱 为了爱情 我宁愿烦恼帮我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太烦了 我宁愿一个人 请举红牌 请举牌 这猜定我惊讶了 三票都一个人 只有嘉静你还继续奋战当中 对 我想要 你想要 你的反应也在发 我想要 即便再多的烦恼 也想要 对 因为我没有弹过 因为他还没有这个 知道水烫他还没有被烫过 对 好 君君刚举的飞快 一个人 你曾经有一个男朋友 你不管他做什么 你都不能够管他 对 他是我一个曾经很喜欢 或很爱的一个男生 然后他的个性就是 他不想让人家管 然后也不喜欢人家睡眠 就是比如说他出去跟朋友 喝酒 聊天 聚会 就他可能就 我今天要跟朋友出去玩这样 然后你就问他说 谁 跟谁 他就 脸色就有点难看了 他说你问那么多干嘛 我就跟你说朋友 朋友是谁啊 不行 你问那么多干嘛 我讲你认识吗 就是他会这样 就是会阻止我问他 接下来的问题 然后可能想要问他 几点回家 或者是你大概会几点回来 你吃什么 都不行 对 他一问他就爆炸 对 我就觉得 这样是对吗 然后有次他跟我说 他要跟朋友出去 然后就说好 你去 我也不敢多问 可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我几乎天天 他都跟我说 他要出去喝酒 他要去聚会或唱歌干嘛的 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有一天凌晨早上 他跟我说 我们刚刚聚会结束 我说这么晚 凌晨五点多 我说这么晚你跟谁啊 他说谁谁谁这样 我光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是女生吗 女生 这个人的名字 起码连续有十天 而且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他 然后我那时候就 就是沉淀一下 我就很好生好气地跟他说 那个我想提醒你一下 就是你不要这么长 然后也不要天天跟这个女生出去 因为这个女生刚失恋 然后她又刚好 空虚寂寞 就是那一阵子一直想要找男朋友 爆炸 电话中 说许君 我告诉你 你吃什么醋 你跟我二十几年的朋友 吃什么醋 你有没有问题 你脑里刚才有病是不是 她说你吃谁的醋都可以 你吃我这个朋友的醋就是不行 我告诉你 我跟你就到今天了 我 我就立刻 有这么严重吗 我再打电话给她 我说 我没有要跟你吵架 我只是提醒你 不要这么长 你可以三五天 或者是你久久聚会一次 没有问题 她就说你不要再讲了 我告诉你 你真的有病 又挂电话 然后立刻 谁才有病啊 立刻把我退出她朋友的群组 我也剪好了我自己 我是不是太大惊小怪了 她毕竟就是红粉之急 我也有我的男性闺蜜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所以沉浸了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是跟她就是求和 就说 好啦不要生气了啦 我真的道歉嘛 好 你就去嘛 我又没有限制你去 对不对 好 不要生气了啦 就这样过了 可以吗 这样 她就觉得 好 算了 就过了 为什么 后来我们真的会分手 是因为 好 她不是把我退出朋友的群组吗 和好之后 我就说 那是不是应该把我加回来了 她就把我加回来了 也是那一群的朋友 其中有一个人就生日 然后她就跟我说 他们改生日聚会在哪里 哪里哪里 然后可能三五天就跟我改一次 改了时间 改了地点 改了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把我加回来这个群组之后 我没有再看过有人聊过天 没有人出声了 然后那天我就想很久 我该不该问这个问题 后来觉得 好 我问 因为我不想要让心里有疑问 我不想要怀疑东怀疑西 我就问她说 我想问你 你们是不是又偷拉了一个群组 她就说 受心拉的啊 我说是哦 那可是这个局我也会去啊 你是不是应该把我拉进去 她说为什么要拉你 这又不是我拉的 我说不是啊 这个聚会我也会去啊 是不是应该 你把我拉进去 然后我就知道 你们更改了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然后有什么人 又爆炸 她就说 请问一下 你的朋友群组你有拉我吗 我有去你的朋友群组吗 人家拉的你听不懂吗 人家拉的 我为什么要拉你 你给我个理由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拉你 然后就说 好好好 我没有说一定要拉我 只是我觉得我进去之后 你就不用一直在告知我 更改时间 更改地点 她说我觉得你很奇怪 不拉就不拉 你看得出来人家 就不想拉你嘛 你看不出来吗 我的朋友就是因为你 常常这样 我跟你讲 他们连约我都不想约我了 然后就一气之下 就离开了 我说 她就说 我跟你讲 我们真的不适合 我们就这样分手 拜托 我们不要再拖着彼此了 我们真的不适合 然后就走了 脾气很大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就这样分手了 就为了她的朋友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好 感觉好像内情不单纯 旁边拿着半分钱 后来你都要一个人 跟她完全相反 每一件事情都跟你报备 这个可以了吧 这个真的是蛮恐怖的 她恐怖 因为她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我把它解读成 她真的很爱我 对 因为这个 不同认 这个男朋友 她就是完全性地要你报备 比如说我今天要录影 我从我家到 我到这边 她还要你报备 一定要报备 就是我从家里要出发的时候 要先说我要出发咯 然后我到的时候就说 我到了 然后如果中间你去7月份 买一杯咖啡 她如果刚好打来 你在哪 我说我在7月份买一杯咖啡 回去就吵架了 为什么 大吵架 她就会问说 请问一下 你从你家里出发到7月份 我知道吗 我不知道嘛 那如果你在7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家抢劫呢 人家干嘛呢 我知道吗 等一下 7月份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 对 我没办法担保 她说全台外条件有几家7月份 我没办法担保你的安全嘛 然后有一次 我也是就是要 那一天我就睡过头 然后我那时候大学 我要上三道文化大学去考试 我眼睛真的就睡过头了 我一醒来就完了 我只剩下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要到大学去考试了 我当下我还一醒来 什么洗眼刷牙 鞭干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我迟到了 我现在要立刻出发这样 然后一出发我就到学校 然后就立刻去考试了 考完试下课之后 我就看我的手机 这么多通贵接来电 我就立刻拨电话说 喂 我刚考完试这样 大发飙 她说 你到学校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 我说不是啊 我跟你说我睡过头了 所以我要赶快去考试 那是保全还教官 对 对 她就说你看你这么赶 你到学校去 你一路亂发生什么事情 你被车撞了 我知道你撞死了 我都不知道你死了 她问怎么样 撞死了也不会知道你死了 我当时压力好大 你都叫做这种很情绪化的人 反差 很极端 很极端的那种 我就觉得 我觉得太窒息的感受 我也觉得 而且都把错误归在你身上 明明是要自己的问题 后来你是俩抱她劈腿 对 最后分手的原因 她是跟我说 我们两个年纪差太多 就差了六岁 她觉得我们两个 沟通上有代沟 所以决定要分手这样 然后好好分手 你小她六岁 我小她六岁 这样子有什么代沟 很好啊 还好吧 然后后来我就好 我分手了 我就从她家把我东西都收走 然后搬离开我住的地方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我充电器忘记拿 我就有一天下班之后 我就骑着摩托车 然后赶回去她家 然后因为我搬走的时候 是一团乱的 然后一打开门 想说好干净 就几天之后回去的 三天 差不多三天 还蛮短的 对 好干净 然后桌上已经摆了红酒杯 然后还有一瓶红酒这样 然后我想说 她应该觉得我走之后 她很难过 对 然后想说要喝戒酒交丑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心里好像有点不舍 我就想说好 那我等她回来好了 再跟她说说话 我就听到 外面有她的车子的声音回来了 我就 就是走到门口 想说给她一个惊喜 然后一打开门 惊喜变惊吓 她带了另外一个女生 带着宵夜回来 当场 当场 重点是 很难就是嘛 你怎么会那么呆想说 这个 喝戒酒 不是 讲那么直接 那这个实在是 你自己太呆 那种失恋的喝酒的时候 一定是周围乱七八糟 然后那个酒瓶 到处都丢的乱七八糟 然后像狗窝一样 对 这个才是失恋的喝酒的状况 对 而且我忘记 哪里有什么那么干净 还有什么红酒杯 对 我忘记 我忘记做人类集 两个红酒杯 而且一定是有女生进场 才可能收这么干净嘛 对不对 不知道 而且重点是这个女生 还是我非常照顾的公读生 我 那公读生不是更小 对 她跟她差九岁 说你太小小 六岁就要找个小九岁 对 对 我们这个红沟 其实我有点跨不过去这样 然后这个公读生呢 我是每天下班之后 我还特地带便当去给她吃 然后我 她那一阵子就是有点 都不回家 然后电话不接 然后不回我讯息 我就想说 这个公读生 应该每天跟她相处 会知道她的情绪波动 是怎么回事 会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吗 或什么 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睡不着 我还去这个女公读生的家里 我还去跟她讲说 她最近是工作上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她为什么都 就是对我很冷淡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跟妳讲 她当 我在跟她讲话的过程中 她刚好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她说 好 你早点睡 我明天我们还在聊 好 我明天叫你起来上班 然后就挂掉 而且重点是我去她家的时候 我还看到她的现任男友 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我是半年后才恍然大悟 天啊 原来她跟我分手 还有公读生跟我讲电话 跟我讲 谈话过程中 她都在想说 你男朋友现在在楼下等着我 在她上楼 然后还在安慰姐姐 你看 所以你的爱情烦恼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 情侣之间是应该要沟通跟讨论 或者是互相分享 但是我发现我的没任 不是没任 大部分 他们都会把错归咎在我身上 但是我就会造就一种 心理的病态现象 就会觉得任何事情 我会先反省我自己 就是我是对的吗 还是我哪里做错了 会让别人这么对我 问一下林老师 她跟男生相处上的问题 你怎么看 与其你只是去想说 是不是我错了 倒不如说 你们的相处之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会让你 尤其是她这么吞论 什么那个男生什么 不能问的 你也跟他混那么多年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一直要紧盯 你要那个的 我觉得基本上你在被这种男人吸引 或者是他们来追求你的 这个第一关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认清楚 所以下一次不是觉得自己 对或不对 你应该考虑到说 这样的人 为什么你会专门看上眼 这个才是真的核心问题 你懂我意思 所以应该改的是 从这个部分做起 老师提醒很好 就是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弱点 会吸引一些其实对你不好 不适合你的人 从探索自己开始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好想谈恋 为什么遇不到那个人 佳晴你说 为什么到现在还母胎单身 你觉得原因是 我觉得原因是 可能我太漂亮了 爱的真的 可以 她有自己的风格了这样 因为我记得 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会问妈妈说 妈妈为什么时候 可以谈到恋爱 因为我们家是基督徒 所以我妈就会说 上帝会帮你安排一个很好的人 在你身边陪你保护你这样 然后到了大学 就比较长大了 开始参加社团 然后因为我是读 表演艺术学系 所以就开始认识很多人这样 我就再问了我一次 妈 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谈恋爱 然后我妈就说 一样 我妈也是很厉害 一样 不要急 上帝会为你安排一个 上帝会帮你安排一个 很好的男生这样 因为你已经成熟了这样 从来的时候遇到很好的男生 然后至今到现在 我还是一个牡丹花 是一个牡丹花 到现在还是 所以你决定主动出击 你曾经久后跟一个男生告白 对 因为其实 可能我的外形跟我的个性 让大家可能觉得是我很活泼 然后因为我大学是热舞社 然后我跳的舞峰是比较hiphop 就是那种比较帅气的感觉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们的热舞社会跟其他的学校 有联合的表演演出 所以就会认识别的学校的男生 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就 看到一个男生我觉得他 一看到我就觉得 好像还不错 然后加上他的个性是属于 闷骚 但又很风趣 就可能安安静静的 可是他讲话的时候 他一讲话我就觉得很好笑 就有错到我的点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有个好姐妹 她是跳性感舞峰 就那种爵士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没谈过恋爱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我就会想要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这男生很好 所以说什么的这样 然后他就说 那你去试试看什么的 然后因为刚好那男生 跟我一样是同一个舞峰 只是我们不同系 所以我们就是会一起练舞 然后排练到很晚这样子 然后他开始会载我回家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比较大只 然后因为我们是骑车 然后有时候 因为我太害羞了 我就会问他说 我会很重吗 这样 我就会问他说 我会问他很重吗 我想说就是一个离 他怎么回答怎么回答 他说不会啊 不会啊 什么反正就是 是机车在载又不是我 这样子之类的就 看 看 你怎么这样笑 就这样 就是用开玩笑的语气 然后我觉得天哪 这男生就是闷骚归闷骚 蛮体贴的 对 很体贴 然后是幽默的这样子 化解可能我自己觉得尴尬 尴尬的部分 然后晚上我们也聊天 然后我也尝试什么打电话 晚安 早安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会跟我朋友说 我们今天又讲电话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 又他有多买一瓶水给我 反正就任何那种小路乱撞的 我都会跟我朋友说 然后当然一开始我的朋友 可能对他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后来我一直讲 我就说这个男生怎么样 不知不觉他可能就是 对这个男生有点就是 好像多看几眼这样子 然后后来久而久之 就我们这样早起相处 然后活动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然后我们就有庆功宴 我看到他牵了一个女生 我直接超级无敌气 就是因为酒后会放大这样 超级无敌气 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话 我就自己一直灌自己 一灌自己 然后后来好像我朋友说 就是他走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 我都还没有跟他问个清楚 然后我只隐约看到他 牵一个女生 可搞不好那个不是我的朋友 什么的这样 因为我有点忙了这样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几点 然后又打 哐打 我就这样接了 喂 然后应用啥 应用他的声音 你不喜欢我吗 我们相处那么久 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合 是不是 你高把很猛 对 然后你对我那么好这样之类的 或者我对你很贴心什么的 然后反正隔天 我就头超级无敌头 我就看手机 五点半 我打了超级无敌多 你跟他讲了多久电话 你跟他讲多久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所以等于说我五点半打的 那可能我们讲到七点之类这样 我想说怎么办 因为我已经醒了 我说怎么办 这样 然后是后我朋友就说 要不然你就跟他道歉什么 然后应援机会之下 我们有机会见面了 我说对 我就是喝了点太多 然后希望我们还是可以当好朋友 什么的这样 然后他说 是然后就走掉了 然后我朋友说没关系 反正就已经讲好了 什么的这样 然后事后 我就发现他把我的社交平台都删掉了 然后就我找不到这个人 就是社交平台删掉 然后讯息也完全都没有了这样 然后我还听到就是 他确实是跟我那个朋友在一起 天啊 这好伤 对 他确实跟我那个朋友在一起 然后以及他还到处说 就是有个很胖的女生 然后声音很大声 然后很胖 然后长得又不好看 然后一直纠缠他这样子 然后那人就是在说我这样 这个其实是恋爱的一个法门 就兔子一定吃窝边草 你懂我意思 你看你的那个工读生 对不对 他的好朋友这样子 朋友就是你会去清土的这样子 通常那个机会很多都不是凭空 就是莫名其妙 再去认识别人什么都是从身边来的 所以恋爱第一步真的是 这个是对所有人都适合的 就是绝对不要把你身边的什么 漂亮的有钱的有能力的 真的 这种女朋友带到你跟他之间 你都敢出房 虽然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很正 双重打击 后来佳琪你参加很多的 一些脱单联谊结果怎么样 对 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如果大家有时间 有闲的话 还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 反正我都很哭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谈恋爱 好 我就上网查 什么联谊活动 恋恋未来 真的 真的 恋恋未来 联谊活动 然后我觉得很酷 它是有很多种主题 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喜欢烘焙的人 他就有烘焙 可以找志同道合的 对 烘焙派对 然后再来就是七八年级 可能跟你年龄相仿的也有 然后后来我就拉着我朋友 我就说我不管第三次 我要试有车有房 就是那些富二代 或是黄金单身汉之类的 好 那我们就去了 我大开眼界 全部年纪都比我大个十多岁 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 但是确实 因为它的规定就是 女生没有限制 但是男生可能他真的要 有车的证明 就自己的车子 然后自己的房子 它是有那个 它是正规的活动这样 我一进去 一些可能大叔 对 大公 大叔 然后穿着比较复古 就是那种皮带 然后配衬衫 然后因为那个活动 古着 对 古着 因为那活动是 它每一个人 每一转是十五分钟 所以等于说 你就是女生坐着不动 然后男生换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你就是要 十五分钟 如果你不跟他聊的话 你们就是干瞪眼 十五分钟这样子 然后我就 那整场活动三个小时 其实蛮累的 很累 真的很累 这可以当成业务口才训练班 对 有没有结果 没有 我要年纪太大 可是有些是要找第二春的 对 其实有些是要找第二春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 只是想要找个小女朋友 什么这种 第二春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 因为没有婚姻关系的话 我跟你讲 可是我是初恋 初恋 他 我是他的第二春 可是他是我的初恋 这样是可以的 这样很难 对 除非你愿意改变自己的外形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想所有的男人 都是视觉戏 差不多基本上这样讲 对不对 都是用看的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要有一个人在一起 不管初不初恋 那就可能转个弯 不要用传统的那一种 比如说人家大女十几岁也不行 第二春也不行 然后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的话 我告诉你 你永远都等不到那个 Mr.Right来 看一下你的条件好不好 你的憧憬 你想要 对 皮肤白 有婴儿肥 就是那种 晃 不能讲 晃脸 脸型是圆的 圆脸 然后再来是闷糟又幽默 然后身高178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身旁很多就是 同志的朋友 然后他们都很高 然后刚好都是178 然后160 因为我160公分 然后因为我们会勾肩搭背 我会觉得这身高很适合 我刚好可以弹一下他的胸膛 这样 所以我才选178 就这个身高178这样 179不行 176不行 178 178 一定要刚刚好 Easy吧 然后再来就是 穿个鞋子就到了 对 身材晶实 对 不要太瘦 这样 不要太瘦 然后懂穿搭 然后和我相符 就可能穿着 跟你一样很有特色的 对 或是比较嘻哈 或是什么那种感觉 对 然后重点是这个 经济独立 有车有房 对 有车有房 对 这是我的理想 理想 李康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这些条件 我 嗯 我告诉你 市场上一堆那种美丽的 然后身家也不错 然后大家也都 OK 有的条件还很好 都在找不到男朋友 我们的女生有个共同的形容词 就是那个好男人 根本就决机了这样子 还有你还有要面临一大堆的 竞争的对手是什么 很多好男人都变Gay去了 真的 真的 留给我们选的已经好少了 那你还 这么多条件 我告诉你 你绝对找不到对象 你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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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删掉几个 178先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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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儿肥皮肤白还好 对 178先删掉 我不知道删哪一个 都好可惜 好可惜 就是找志同道合 可以懂得真的喜欢内在的 喜欢真正的你的 没错 这个对象 好我们星期广告 谈恋爱让我好累怎么办 我们今天男性代表 子刚刚你才过几段感情 但你说你其实不知道 怎么跟女朋友相处 吧 高中那个时候是 因为高中有三段 是一直到第三段 然后才觉得好像比较像在 相处的感觉 然后一开始其实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办法给他那么多安全感 因为后面在做模特儿的工作 他时常会问说 今天的工作现场有谁 女人员有谁 女模特儿有谁 或是现场工作人员 有没有女生这样 那为了让他比较有一些安全感 所以当他开始问我说 可不可以给他账号密码 就是不管是形象的也好 或者是信息的也好 我就说当然可以 但是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 或者是频率变低 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这样 那后面我发现他好像有删掉我的好友 这样 女生吗 对 女生 女生 你会让他玩游戏 对 那个时候 因为有时候工作很累 然后回到家我可能会先睡一下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 他可不可以要求我帮他玩游戏 就是那时候有设取软体的游戏 就是要帮他收成 什么开心农场 对 开心农场 要拔萝卜 然后要收菜 之类的 好累 然后后面有感觉到他会因此 就是可以知道我在干嘛这样 对 所以就是帮他收成完以后 他比较安心可以去睡 对 他比较安心这样 有一次我们约在师大 然后约下午两点 两三点 然后那一天我到了以后 我就打给他 因为他一直没有出现 打给他之后 他就一直都没有接电话 到后面我就打给他朋友 然后他朋友就跟我讲说 其实那一天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我就照先这样 我就先回去 那后面晚上还是有见到面 然后他也没有特别说什么 就都很正常 然后是一直到 我回到家 我要看我工作的讯息 然后我一打开我发现 他的账号没有登出 所以现在是他的账号 接着我要登出的时候 刚好就一个男生 正在跟他讯息当中 对 视窗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就看到了什么 我就看到了 今天很开心 然后因为他跟我说 下午在他们家人的 工作的地方这样 然后他就说 下午他今天其实很开心 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去 他去跟这个男生见面了 对 他没有去他们家工作的地方 他去跟那个男生见面 没错 我就直播 就看他们一直在讲 然后我就先 因为第一次 所以有点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一直到过一个礼拜 然后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跟他说 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 其实你可以直接跟我讲 然后可能我在你身上 其实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也希望我可以 就是让你可以成长 然后才坦白跟我说 对 他其实喜欢那个男生 然后那天其实就哭得蛮难过 然后后面也请朋友 然后把我接走这样 然后后面我也不太记得 他有没有道歉 但那天就分手了 我朋友他也刚好分手 然后我们就聊天 然后我们聊出来的结论就是 我们要玩四年 就不管我们要玩四年 就是每天都乱玩 然后乱教女朋友乱玩 怎么样随便乱弄 结果大学没有 四年都没有 因为就觉得说好像只要 就是要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可能会牵手会拥抱 那快要到这一阶段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想到 连接到当初那一段的事件这样 就会有点畏惧 然后再加上说就觉得 就同理嘛 就是你也不希望 就是想变渣渣不起来 对 就是想轻轻不下去 像渣渣的 对 像轻轻不下去 那今天先这样 先不要这样 对 你当边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棒的女生 那个他算蛮奇妙的 而且很独立 因为我们在当兵之后 我们要去日本玩 然后因为在当兵期间 是不能用手机的 所以行程几乎都是他安排这样 然后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是到时候现场 然后再看怎么样做到 就是到那个抵达目的地 然后我就有看到有个是书店 然后再来是鞋店 但接着到了现场以后 他就把我 他就说那你就待在书店就好 然后我自己去鞋店 然后我就想说 不是说不是行程是要一起去吗 我说没关系 就待在书店就好 我说没关系 我们一起去 他就说不要 你就留在书店就好 我就没错 我就待在那边 接着他就自己去鞋店 然后过了快一个小时 他就回来 自己回来 他就说那看完了吗 然后我们再去下个行程吧 我想原来是这么独立的 然后才比较知道跟确认 自己是喜欢这类型的女生这样 那你会有怀疑的心理 或就会觉得 他真的一个人去书店吗这样 因为你之前被劈腿过吗 你会有这个疑心病 可能是因为在日本吧 所以 他是一个很 很会去执行自己想去做的事情的人 譬如说他想要去潜水 他就报名 然后他只是跟我告知说 我已经报名了 OK 然后再来就是一大早六七点 我就我的 就是我还在睡 然后迷蒙的状态 我就看到他 就背着蛙鞋自己走出门 然后早上大概过几个小时 十一点他就自己回来 就听到开门上就自己回来 然后头发湿湿的这样 然后连续几次好几天都这样 他就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他就会去做 OK 可能也因为这个独立 他也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点 所以 四年后他 因为 他工作上面有些状况 然后跟家人的状况也好 就是有蛮多事情累积在一起的 所以 他在后期就比较没有办法来面对我 就是花太多心意在我身上 然后因为这样看他这样其实也不太好收 那后面他就决定说要 离开 离开回去高雄 因为他是高雄人 嗯 他就说他想要离开然后去高雄 那一开始我想要挽回 但是后面又觉得好像没讲一次 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负担 那我应该要去支持他做这件事 嗯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找纸巷 那那个 那个当下其实对我来说蛮挣扎 因为当初他搬来我家的时候 也是我们一起去找纸巷 然后去搬东西 搬到我家这样 然后后面 送他离开也是做同样的事情 嗯 但是他都那么独立了 这样即便他回高雄 好像你们还是可以继续不是吗 我倒是觉得在那个阶段 他需要有人支撑的时候 好 你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 帮助 你要独立惯了 所以他说走就走了 对 其实会是这样的状况 你现在认识女生 你有一个很奇妙的仪式是什么 我从小到大都会带一个 玩具公仔出门这样 对 然后我今天在现场 也有带 对 就这个 这一点都不小 对 对 其实蛮特别的 这蛮特别的 这是什么 很大一只 他是我的英雄学院 对 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 他叫安德娃 就是日文就是努力的意思 对 但他不会很刺吗 你带这个干吗 我会喜欢带出来 然后可能拍照或是吃饭 跟这个女生认识的时候 你会带这个公仔出来 对 我觉得比较安全感 然后 那你需要的是她 你真的拿着重点 好像算是 对 所以我举这个 没有 没有 不是她 一个人最好 但是一直戴这个会吓到女生吧 他肯定故意要吓女生的 没有 我觉得我有几次吃饭 然后我就拿出来 然后可能就有吓到 然后后面他就有跟我提说 可不可以以后不要把她 带出门 带出门这样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有一点小受伤 因为其实我是可以放回去 但是如果说不带出门的话 或是不要跟她提 好像有点否认我这个人的感觉 对 你用这个来测试 他是不是可以接受全部的你 包括你心爱的公仔 算 对 算 你今年几岁 今年三十 对 对 还年轻 那他会睡在你们两个的中间吗 对 不会 我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来宾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男朋友 旁边摆了一个这样的公仔 吃饭的时候 举牌行不行 绿牌可以 红牌不行 今天举牌 红牌不行 绿牌可以 我很喜欢 我觉得 谁说一个男生 一定要表现得一副那种 怎么样 很强的样子 为什么不能喜欢这样的一个公仔 他可能就背后一直给他一个支撑的力量 对不对 对 是啊 然后你只要找到一个女孩子愿意跟你做这样的配合的话 我觉得完美 而且现在的女孩子 我觉得会很喜欢像你这样的男生 因为你会放那个女生有他的独立自主的空间 而对年轻的一代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而不是那种传统 他一定 你一定要他跟着你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支持 支持 好 我们来看一下子刚现在的理想对象 一样个性独立 个性独立 对一点 然后 凶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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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欢那种温柔的 有个性的 刚刚好 就平衡 平衡 对 喜欢动漫 然后喜欢动漫 你单身一年多 现在会觉得交男朋友 女朋友很困难吗 应该说因为现在就比较想要独 自己相处多一点 因为接着就是 没有谈恋爱四年 然后在一起四年 然后其实会觉得有一点累 因为要再相处 然后要再磨合 所以现在就希望 希望自己应该要更习惯独立 但是偶尔还是会 还是会孤单 但还是要习惯孤单这件事 被劈腿是个魔咒妈妈 马上回来 好 这里有所谓被劈腿的魔咒 问一下军远 你说你五个就四个是会劈腿的 上一个也是 对 我 就一直在检讨是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上一个是 选人的问题 选人的问题 我上一个是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没有特别公开 但我们这样默默地在一起 也半年了 可是因为我工作很忙 他是正常的上班族 然后可能我长时间都不在 我一回来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 或者是我根本也没回家 然后有一次他就聚完会之后 就回来我家睡 他就跟我说我在你家了 我就说好 那我可能就是 今天会到隔天才会回家 然后那一天我就提早收工 我就很开心 想说他有在家等我 我就很开心地赶快回家 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他已经睡在沙发上 然后手机是放在这样 就是放在胸膛 然后我就说 你不要睡沙发 你去房间睡 然后他就走进去 他就躺在床上 我就刚好要从客厅 要去洗手间 就会经过我的房间的门 我就从房间的门透进去 看到他就是这样子 在打讯息这样 可是我跟你说 当时女人的地漏感 真的很准 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说 去看他手机 去看他手机 还有 连声音都出来了 对 可是我当下 完全没有觉得怀疑他或什么的 我带一个好奇的心 想说好 我去看一下他在看什么 他在传什么讯息 这么晚了 凌晨两三点了 我就躺过去 我就看到他的讯息 他就立刻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了吗 他动作这么大 让我觉得起了疑心 我就立刻从他的手上 把手机抢过来 我说看什么 我当时没有怀疑他 我就想说看什么 我可以看得这么入迷这样 他就立刻去抢我的手机 我想说 这么激动 我就认真的去划了一下 这趁他还没来的时候 我就赶快趁机划 就一划真的不得了 结果他跟这个女生 已经出去好几次了 然后 然后也就是约 当天晚上也是 也是我那个男朋友约他 可是那个女生没有回复 所以他就默默地回家了 就回到我家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的对话 也是非常的暧昧 就是说你怎么都不来找我 怎么都消失什么的 然后可能那男朋友就回他说 我就是要认真工作 难道你想要嫁一个 无所事事的男人吗 嫁一个 对 这么暧昧的对话 我就觉得不对 我就立刻问他说 这女生是谁 他就说 他追 就是那个女生追他 他追很久了这样 我不相信 我就立刻回播 我立刻回播回去 然后这个女生就接了 他说喂 我说你好 我是谁谁谁的女朋友 请问你这么晚找他有事吗 他说谁 你说谁 我说我是谁谁的女朋友 你这么晚找他有事吗 他说 他什么时候跟你在一起的 你们应该在一起不久吧 我说我们在一起半年了 他就立刻 那个女生就立刻说 你等我一下 我等一下打给你 然后就挂我电话 然后我就默默地看我男朋友 我就默默地看我男朋友说 怎么了吗 他就我男朋友完全没有任何回应 这样 他吓傻了 对 然后大概过了五分钟吧 我又再回播 我就说怎么了吗 这样 他就说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他有女朋友 而且他那一天还 我们一起去唱歌 他全程牵着我的手 最后送我回家的时候 因为我很害怕 所以他还带我去汽车旅馆 睡了一晚 我想说 我就问我男朋友说 那你有跟他干吗吗 我就直接问这个女生 我说他那他有跟你 就是做什么什么 什么事吗 他说 当然没有啊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他有女朋友 如果他有女朋友的话 我完全不会 我不会让他有机会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男朋友 我就说 可是他说是你追他 对 后来呢 他就 我那男朋友当时就恼羞成怒 就把我的手机抢走 然后他就回家了这样 后来他再回来的时候我就说 我就看他的对话 那个通话记录 我就发现他离开我家之后 他有打对话给这个女生 我说 你还打给他做什么 他就说我跟他道歉 我说 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跟我道过歉 可是你却离开我家之后 你跟他道歉 这样对吗 那你后来跟他分手了吗 也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相信他的 如果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我还是愿意相信 因为毕竟是 我觉得我们 我也有错 就是我们也没有任何朋友 知道我们在一起 那他的朋友也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话 理所当然会介绍女朋友给他 所以我觉得 我也不跟你计较这件事情了 那我也相信 你真的没做什么 就没做什么这样 我也相信 对 你人太好了 对啊 真的人太好了 真的人太好了 你这么好的结果是 你们两个继续在一起吗 对 后来有继续 然后继续多久 就一定还是会分嘛 对 真的被老师讲中了 后来又是又抓到他劈腿吗 所以他这样 在你们分之前劈了几次 暧昧算吗 其实我没有 其实我常常不在他身边 所以其实我真的要抓 我真的也抓不到 我也只能相信 对 才不会让自己过得很痛苦 这样的确 合理 暗情很多 不断地出现 我也知道 前科在前科 但是我觉得 这真的会有一个病态 其实你会 他说的话之后 你会觉得 是吗 可是最后还是觉得 应该要告诉自己要相信 这样 对 我觉得 俊俊因为他也很重视爱情 所以他选择想要信任 虽然这些人可能都不可信 所以李洋老师 你觉得他的问题在哪边 为什么他男朋友都会劈腿 然后也不跟他道歉呢 我真的觉得 我如果讲话很直接的话 你不要介意 不客气 好 这个 我再用自己遣词 老师 我承受的 我承受的 老师很少语射的 因为 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倾向 就是认为说 我们再给一次机会 然后这个事情会 往好的方式来走 什么东西之类的 可是我们前阵子 就多年前在做这种外遇的 而且是婚姻里面的外遇的 这个研究的时候 非常清楚地发现 这一种有一就会有二 有二就会有三 所以如果你的衡量是说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关系 因为老实说 现代的生活 可以有种种的面向 对不对 你有一个人陪着就好 然后他偶尔出去玩一下 调剂一下 那个法国人说 外遇出轨 是那个人际关系里面 最甜蜜的刺激 因为他出去了之后 他回来 他就会对你比较好 然后 因此可以是你们生活的调剂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种的话 那么就继续经营这样的关系 因为人生我跟你讲 太长而变数太多 你再换一个男人 也不见得他就不搞这个 对不对 所以 凑合凑合 你三不五十出去玩一下 只要爬... 回来的话也OK 那可是如果你是对这种事情 非常在乎的话 我基本上真的建议 在前面一两次的时候 如果是习惯性的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为了怕自己陷入越深 伤害自己越多 赶快结束这种关系 因为那个会成为一个 习惯性的习惯 要嘛就是开放性 开放着关系这样子 对 要嘛就是不要了 可是女生很难得 很能接受这种 接受这种开放性的关系吧 可能像在座三个 在讲话的这种给我感觉 就他们还是希望有爱情 有一个比较稳固的 那个人际关系的 那这样的人呢 基本上我想 应该比较受伤害吧 OK 好 我们先谢谢大家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在爱情路上 大家都是不断在探索 自己的过程 为什么会老是遇到劈腿难 为什么对方就是这样 说走就走 那到底是我有哪些特质 会跟这样的人常常碰在 一起 这是一个了解自己的过程 那么最重要的是 要先好好爱自己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爱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的 祝福大家要幸福了 拜拜